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11月签署行政命令 以国安为由禁止美气和个人 投资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公司 包括中国三大电信商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中气 都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纽约证券交易所周五声明 正在进行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美国存托股票的下市程序 由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所召集的专家小组 26日一致表决通过 赞成推荐交通公司的中共病毒单剂疫苗 紧急授权使用 法新社报导FDA可能核准紧急授权使用 交生疫苗渴望成为美国第三支 核准使用的中共肺炎疫苗 26日TikTok同意支付9200万美元 约薪台币26亿元 就美国用户侵犯隐私的集体诉讼 达成和解 在此之前TikTok受到一些美国用户 关于TikTok收集了高度敏感个人数据 跟踪用户发送定向广告等问题起诉 TikTok否认这些指控 并表示不想花时间继续就相关问题诉讼 并宣布支付高额的和解金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自用送根工资料访出